那接下來我們就來歡迎 我們台北總教區的 許德信許秘書長 來為我們分享兄弟間的楷模 掌聲歡迎我們的許秘書長 阿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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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可敬的宗主教 還有各位主教 還有各位兄弟姊妹們 大家好 其實我非常的緊張 最主要是因為他們推派我來 說我最適合來講 因為我現在講什麼都可以 因為到時候卸任之後 出國之後就碰不到主教 然後反正他要罵我 要處罰我也處罰不到 所以他們要我今天來做一些爆料的事情 所以今天我如果有得罪的地方 也請我們宗主教稍微包涵一下 好 那大家手上有看到 大家有看到我有一張小紙條 我想要分享一下 就是說我認識的我們的宗主教 我那時候很小 應該是高中生吧 那時候在小學院 那有一次剛好放假 然後我就回到唐區去做伏記 那時候的宗主教是洪舌褲 那時候在輔仁大學工作 然後他晚上 近一天的晚上會到新莊天主堂 來主持台語的彌撒 那我記得我剛看到他的時候 他就有第一眼就跟我講 他沒有跟我問好 你很好啊 乖啊 你是誰 他說你看看我幾歲 我就嚇得我也不敢講說你幾歲啊 我快五十歲了 看不出來吧 這是我們宗主教的一個習慣 然後後來他就從他口袋 拿出像這樣子的一張紙 他就給我看 我就看了 咪咪咪咪咪 第一點 第二點 第三點 我說這是什麼 他說這就是我等一下要講的道理 然後我用了幾點 我把它寫在這裡 可是等一下我上台的時候 我不會用這個 我要把它背下來 他就跟我講了幾句話之後 他就不理我 他就真的在背 我就覺得這個方式很好 到現在慢慢的 我當了神父之後 我發現真的會講道理的人 他不會拿稿子 他會把它背在他的腦海裡面 所以我們說我們的名嘴 我們的宗主教 其實是很多地方讓我們去學習 2008年之後 那回國 那就 剛好我們的主教到台北來 然後就不小心看到我 然後就把我撿去 去祕書處工作 就跟他工作 在這四年多的這個工作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充實 這個有時候真的 我才能夠感受到 什麼叫做早出晚歸 早上比賽完之後 就重複地去這個公署 一直到真的太陽都已經下山到 路燈都快熄滅了 才回到唐區 有很多的經驗 那有幾點 也是我要跟大家分享 跟主教工作 我記得他剛來的時候 他就跟我講 你跟得到我的腳步嗎 那時候我還感覺不到什麼 我後來原來知道 他做事的動作是非常快 非常快 快到我們能夠跟得上他 他可能用走了 我們要用跑的 他如果今天用跑的話 我可能就會跌倒 第二個 第二點 你的手機不能夠關機 剛開始我們不曉得 我們都有習慣 為了省電 晚上就關掉 可是你早上就 就被他念了一頓 手機 為什麼要關機呢 要讓人家隨時能夠找得到你 我們服務也是一樣 要讓人家隨時都能夠找到你 後來我們才知道 手機是不能夠關起來 因為他要隨時能夠找到你 看到你 所以到現在 特別是半夜有電話來的時候 我們都要很小心 一看 不是紅總主教的話 我就可以繼續睡覺 第二點 嘉義的祕書長 蒲英雄 他沒有辦法來 那他也特別講 因為我之前有跟他討論過 要怎麼樣講 去形容跟主教工作的一些情況 蒲英雄祕書長他說 別人不敢做的他敢做 別人不敢做他 那在這幾年當中 我也發現這一點 很多的變化 我想在這個四年當中 我們看到整個台北的一些改變 跟不同樣的一些氣氛 那因為他敢做 他敢做 那但是在這個 我們總主教很敢做的情況當中 有時候我們也要稍微幫忙 踩一下煞車 免得他起太快 起太快 那有時候我們可能走太慢 他也會怎麼樣 他也會幫我們推一把 最重要的 其實這一點 我覺得主教跟我的關係 因為我們幾乎 一天如果說有20小時的話 我們將近有8個小時以上 都在一起 我覺得主教為我來說 真的是良師義友 他可以教導我們很多 但是他也很多小事情的時候 好像就跟你 好像沒有任何的什麼隔閡 好像就跟你的朋友一樣 隨時他都可以講 譬如說他鞋子壞掉了 膽割掉了 石頭拿出來了給你看 都可以跟你這樣講 我最主要的是 主教常常跟我提起一句話 做行政工作其實就是一種服務 服務到最後 都是指向於誰 指向於耶穌基督 耶穌基督也同樣 他在他傳教過程當中的時候 其實他也在做行政工作 他怎麼樣去管理這麼多的 有這麼多意見的這些門徒們 宗徒們跟這一些 跟隨他的這一些人 這就是一種行政工作 可是最後都是在服務 服務到最後 都是要指向於耶穌基督 所以這也是我們看到 宗主教在很強力的這種 行政能力之下 他的這個牧林 那另外在牧林方面 其實也是有一件事情 我相信有一些教友 也應該有發現 跟我一樣 我們宗主教常常接電話 常常會接電話 那不曉得 有時候開會的時候 也會接電話 有時候會覺得 好像有點讓人家覺得不太禮貌 吃飯的時候吃到一半 或跟你講話講到一半的時候 他也會 喂 喂 嘴匠 好 等一下 等一下 我要你開會 之類的 後來我發現其實有一個人常常打電話給主教 這個人可能他是身體不太好 有生病的 那但是每次主教接到他的電話的時候 總不會說一句話 總不會說一句話 你不要再打了 你賣個卡 或是有那種很不好的 這個很生氣的言語 後來我們知道這個事情的時候 然後主教就說 也有可能 你短短的這幾秒鐘跟他談話 他可能會有三四天很好過 他的情緒會非常好 可是等到他情緒不好的時候 他又打電話來給你的時候 你又花了幾秒鐘 跟他談一談 講一講 真的聽他講 你可能會給他未來又多了三四天的 這個好的一個情緒 所以這個是讓我非常感動的 有時候我們在做任何的工作的時候 我們可能都想到我們自己 讓我們覺得說 我們去做我們自己喜歡做的事情 常常我們會以我們的角度 去衡量別人的需要 而不是以別人的需要 來去幫助他們 那這是我從總主教的身上說的 學習到的 那真的是很感謝主教在這幾年的一個帶領 那讓我非常的感動 那也學習到很多 那整個的公署的這個團隊啊 也在被他的這個熱鬧的這個 那種比較開朗的個性下 帶著起來 大家都工作得非常的愉快 雖然累 可是累我們看得出來 我們是在服務 服務最後還是指向耶穌基督 我想就分享到這裡 那也謝謝大家 今天能夠來這裡 那為主教慶生 雖然他有時候不太希望 人家知道他的歲數 但是我們也希望他永遠年輕 謝謝 謝謝大家 謝謝主教 謝謝主教 再次謝謝我們的許秘書長的分享 有時候 當我們努力的渴望著天主賜給我們聖招種子的同時 其實我們會更感覺到感動的事情是 謝謝天主 你安排了這麼多這麼多能夠陪伴這些聖招人員的神父修女們 在座的神父修女們請起立接受我們的歡呼好嗎 在座的神父修女們請起立 對 接受我們教友們的歡呼 謝謝你們一路的陪伴 陪伴著我們這些神職人員 聖招的種子們能夠茁壯成長 謝謝你們 真的謝謝你們 謝謝你們一路支持著教會 支持著教友我們 謝謝 謝謝你們 謝謝 請坐 謝謝 請坐 是的 全心全力的服務 這就是洪中主教給予許秘書長最大最大的一個 啟示 重點是他還要效似於 指向於耶穌基督 我們都知道服務是一條漫長的路 因為服務的過程很辛苦 有的時候就像是剛剛許秘書長所分享的那個過程 服務一位教友 花很長的時間 但是你如果不花這樣一段時間 他或許就永遠沒有辦法獲得這樣子的照顧 獲得這樣子的恩典 這是一條很辛苦很辛苦的路 但是我們換個角度講 我們也可以覺得 這是一條天主所賜予的恩典之路 感謝主耶穌您賜給我們這樣一條路 請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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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坐ホbi 姿евой臨的舞伸 有請坐 請坐 佛 sunt España 佛土 佛同录 許祂 請坐 dog 你是我的主 引我走這一路 讓生活的孤悟 都是你在保護 萬人中唯獨 你愛我人是我 永遠不變的音訊 這一生都是祝福 一步又一步 只是恩典之路 你愛你生 將我緊緊抓住 一步又一步 只是徬徨之路 你愛你生 將我走這一生路 你愛你生 將我走一步 你愛你生 將我走一步 你是我的主 引我走這一路 感傷我的孤悟 都是你在保護 萬人中唯獨 你愛我人是我 永遠不變的音訊 這一生都是祝福 一步又一步 只是恩典之路 你愛你生 將我緊緊抓住 一步又一步 只是恩典之路 你愛你生 將我走這一生路 一步又一步 只是恩典之路 你愛你生 將我走這一生路 你愛你生 將我走兩生路 一愛你生 將我走這一生路 且你我走這一生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